在北京天安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的两个多月 1949年12月14日 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德福道中167号 南洋商业银行正式成立 同日在银行大楼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这也是香港金融界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陈佑南是香港超署社团总会主席 也担任庄世平基金会副主席 1949年陈佑南父亲的好友庄世平创立了南洋商业银行 当时的香港并非金融中心 整个经济体系更是被港英政府所控制 中国人根本没有办法去银行办事 陈佑南介绍 当时南洋商业银行成立后 成为港澳地区首先与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的银行 他创办这个南洋商业银行 当时外国的外面的国家对中国很有敌意 所以有很多事情中国想办也办不了 就是因为别人对他的制裁各方面 他的庄老就奔跑东南亚 香港 中国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出了很大的力 他是真的无私地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陈佑南料想 在港英殖民管制下如此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定会对银行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利 但他的世博庄视频却坚信新中国必将强大兴盛 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坚定信心 1985年 陈佑南加拿大留学回港后 爱国是庄视频对他说过最多的字眼 如今 陈佑南所领导的潮鼠社团总社 作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每年议会举办多起爱国活动 升国起的时候 我每一次差不多都掉眼泪的 真真真真真是感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给人家欺负了很长时间 现在我们中国强大起来了 而且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无论在这个经济方面 无论在文学 文化 无论在体育 各方面都有非常骄人的成就 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欢呼 知名爱国乔领庄视频生于1911年 与今年69岁的陈佑南的年龄差 宛如陈佑南与正值青春的香港年轻人 然而 陈佑南并不能理解部分香港青年 近月来烧毁国旗 突兀国会的行为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痛心 很伤心 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年轻人会干这种的事 我相信有很大部分人 对我们国家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这个点是需要去认识了解 不要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作为年轻人也自己需要自强不息的去装备自己的 就是装备自己去世界 去闯世界嘛 提及香港的未来 陈佑南依旧抱有充分的细心 陈佑南表示 正如升起香港金融界第一面国企的南洋商业银行 在乱世中备受爱国人士支持 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他坚信 这股爱国力量也一定会助香港 在经历风雨之后 明天更加美好